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絕地訓練營迎來第三季 想獲取絕地訓練營實體或虛擬周邊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片尾還有九獎偵達 這一集要帶各位勇闖絕地求生M Metro Royal最新聯名玩法大作 戰力深邃流亡 此玩法無疑是再次突破了絕地求生M以往的玩法 全新式的體驗、階級化的武器與配件等等 都是非常有可玩性的 光路教官在這幫各位收集的各大資料 這肯定也非常適合懶人的你 你是否想要快速上手M Metro Royal呢? 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首先地圖部分共有三張 分別是對峙前線、舊封鎖區基礎、舊封鎖區進階 我們先來說說對峙前線吧 我們在這先叫它初心者地圖 因為它任何人都可以進入 地圖中最肥的區域是鋼鐵陣線與獨眼蛇棒這兩個地方 但是這兩個區域都會有BOSS的出現 達到BOSS可以獲取豐盛的物資並且會掉落高價值的物品 如果你是初心者可以選擇到對峙前線遊玩 基礎模式或是臥底模式 基礎模式就是需要先透過戰備武裝好自己的物資進入戰場 可以在地圖上任何物資點位收刮戰利品獲取價值 臥底模式的話就是需要消耗臥底陣、混入邪惡勢力 不需要自帶任何的裝備就可以進入遊戲遊玩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地圖標點 先看懂地圖標點才能最速上手啊 紅標是BOSS 樓梯是地下室 斑馬線是地下軌道通道 綠標是返回點 紅標點 紅標點位就是會有BOSS的出現 BOSS會走位也會攻擊你 打完BOSS後會有高級的物品掉落 如果是隊友一起擊殺的話 會有30秒的時間與其平分物資 如果要刷圖的話 進一顆隊友一起來打會比較快速一點 樓梯 樓梯部分就是通往地下道 一樣會有物資箱可以開啟 物資挺不錯的 如果進入遊戲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斑馬線 斑馬線的話是地下鐵道 一個通往返回點的最速途徑 因為模式中沒有載具 徒步走又有點太慢了 無法快速刷體 我認為利用地下鐵道快速到返回點是最佳的選擇 返回點 返回點在上面提到過 想要將物資帶走的其中一個方式 到達返回點就可以把你收集的物品 帶到戰備箱中增加自身價值 加密箱 再來補充一個加密箱 加密箱的容量不大 但它可以將你收集到的高級物資 有保障性的帶回戰備箱裡 只要收到高級物資時 就趕快放進加密箱 這樣即使你不幸被敵人帶掉 也不用煩惱剛剛收到的高級物資帶不回戰備箱 撤離信號槍 可以在軍備箱中隨機取得 上面提到的返回點是其中一個帶出物資的管道 那撤離信號槍也是同樣的效果 不過它其實方便多了 撤離信號槍可以在任意的位置對空鳴槍 會有一個直升機過來鳴槍點位 然後你就可以原地返回啦 不需要特別跑回返回點承受過程中的風險 大物資箱基本上會有各式的物資 長相奴徒非常大 勢勢方方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能識別 不會錯過它 小工具箱看起來非常小 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需要仔細觀察 但很容易初心沒有看到它 這位上是一個收集物資的機會 長條武器箱裡面會有武器 有看到它一定要拿一下 有機會也會換到順手的武器 醫療箱 也是要詳細的看才會發現 裡頭通常會有一些藥品 供血線較低的時候使用 那武器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以顏色來區分它的等級性 灰色大於綠色大於藍色 再來是紫色最強的是粉色 灰色與綠色無法搭載滿配的配件 其餘的顏色都可以 而且紫色傷害會加成15% 粉色傷害會加成30% 其他物品或配件顏色也是等同的道理 會有階級性的強度差異 那這部分就是要 求生者自己到遊戲中探索看看啦 最後 各位這部鴨屏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 G-U-A-L-O-W 瓜肉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生的官方粉絲團 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拜拜